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整个往北移动 我们等一下从卫星云图跟雷达来看 我们先来讲一下 过两天可就要准备跨年了 那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这个温度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这未来一个礼拜的整个温度的变化 先来注意到南方云系的北台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局部雨 所以天气形态来说 在礼拜四的时候会有雨 但是雨的部分来说 到礼拜五的时候就转为多云时勤 所以雨的部分礼拜五就离开了 刚刚有朋友刚好在台北市政府 在布置那跨年会场还赖我说 现在台北市政府在下雨 我说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因为最主要雨的部分就到礼拜五的清晨 早上的时候雨的部分就停 但要注意温度 温度在今天晚上是微弱东北风 礼拜五的时候冷空气减弱 所以在周三晚上跟周四晚上 天气状况来说有一点点凉 礼拜五的时候冷空气的强度减弱 接着大家准备要跨年了三天的假期 在礼拜六的时候温度要降了 因为东北季风要开始增强了 周六晚上开始增强 周日的温度再降 降到14度 日跟一两天的温度是偏低的 不过因为干燥的空气进来了 所以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 西北地区我现在在观察蒙古那边 沙尘正在有洋沙的现象 所以下一股冷空气在下来的过程当中 在日到一的时候也就跨年夜晚上 到元旦的时候这两天来说 会因为北方的沙尘开始进入 我们的空气品质状况会在日到一的时候 可能会变差 所以跨年的时候 礼拜五的时候天气转新 跨年的时候东半部有点雨 最主要是因为迎风面的关系 所以你跨年晚上在宜兰 花莲台东 跨年晚上的时候就是会有飘一滴滴的雨 可是这样的飘雨状况 到礼拜一的清晨要看曙光 几率非常的低 看到曙光的几率很低 所以元旦当天要看曙光几率低 但是要看2023年的最后一道夕阳的话 倒是在西半部地区 包含金门 马祖都可以见得到 因为西半部地区是天气晴了 礼拜二气温上升再到15度 接着我们来看什么呢 来看一下雷达了 雷达上面呈现出来的这条水器带 有没有看到 就这条水器带在通过 从新竹海边开始 苗栗的海边新竹海边 到桃园 新北 台北 这条带状云层在通过的过程当中 就造成降雨的状况 当这个云带走的时候 雨的部分就会少 可是后面你能不能看 还有云带在直接的进入 因为最主要的来源在哪里呢 在这边 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个中南半岛的南方 也就泰国湾这个地方 到印度洋这边有低压的水器 再逐渐的输送上来 所以在今天的时候 就是我们台湾西边 西南边的水器 正在通过的关系 而这个水器波段的 通过时间点来说 在明天的时候都会出现 所以明天会有雨的状况出现 有些朋友就问我说 那何欢山会不会下雪 明天水气是够 可是温度不够 因为何欢山温度一度 所以可能就只有一点 小冰珠的状况 那要有向雪的状况 基本上来说到后天 何欢山在零度 但是天气转秦了 也没机会了 倒是在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3500公尺 像什么雪山 雪山大坝间 起来 这些可能有一点点的机会 因为在水器通过的时候 温度够低 但北方的高压系统 在高纬度 正在逐渐的东移当中 我们从这张卫星云图上 就可以看到 高纬度有高压在东移 所以台湾上空明天 东北季风增强了 温度的感受上来说 又凉一些了 但是云带的发展 最主要在今天晚上 有一波段通过 明天白天有 但到明天晚上这个水气 就会开始逐渐的要减少了 所以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水气少了 要转为多云时期了 天气好转了 接着更重要的时间点 到了礼拜六 礼拜天 尤其星期天的晚上 来注意 北方有高压 正在东移 开始带下来强的冷空气 北部地区在跨年晚上 这12月31号 跨年晚上的北部地区 就14度 真的有点冷 穿着方面要注意 因为大家晚上半夜都在外面晃 那到了中部地区在15度 南部地区在16到17度 所以跨年夜晚上 西半部地区都是天气晴 那东半部地区云层量多 会有一点点的短暂雨的状况 所以等到跨年晚上的时候 台北的话是多于时勤的天气 接着到了元旦的晚上的时候 可以注意到 高压系统已经冬移了 高压冬移了 这是1月1号 所以风向开始有点偏东北东风 所以在1月1号的晚上的时候 冷空气的强度要减弱 不过1月1号的白天的时候 东半部地区 阳光也会出来了 西半部地区仍然天气晴朗 很可惜的是 曙光要看到的几率 非常的低 因为在天亮之前的时候 东半部地区仍然云层量 比较偏多一些 从卫星云图上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明天受到了南方云系的影响 湿湿凉凉的感觉很明显 高山的部分都有浓雾的现象 我们就来看温度了 先注意到晚上温度凉 白天的高温上升幅度并不大 短暂正雨之后 晚上的雨的部分就会减少 中部地区也是短暂雨后 再来要转多云 南部地区的话 温度形态来说 也因为云层量多而下降 凉的感觉晚上明显 东半部地区是有零星的阵雨 东北角到宜兰比较多 歪岛地区倒是 马祖金门只有云层量多 未来一个礼拜可以注意 礼拜五的一大早 就雨后转多云了 天气晴了 六日好天气 到了礼拜天到礼拜一 跨年也是好天气 但注意 中部以北的低温是偏凉 而且有点冷喔 而外岛地区来说 也是天气晴朗 小丁您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局部阵雨 在明天行车要注意 还有山区有误 能见度差 在山区活动的朋友要小心